好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凱道的現場 其實人潮都已經散得差不多了 現在剩下廠商在撤廠 那我們從今天一整天看下來 還有一些民眾笑稱 這整場好像就是柯文哲主場一樣 怎麼說呢 因為柯文哲在上台講話的時候 除了他是最後的壓軸之外 而且他在現場的歡呼聲似乎也是最大的 我們先來帶您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值得面對問題 我自己蓋過公宅 我知道相當困難 我也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我當年說要八年五萬戶 其實最後只能蓋到八年兩萬戶 其實要蓋完兩萬戶都已經 大家說琵琶串你知道嗎 但是一直到現在為止 每次民進黨在公佈那個 中央蓋的社會住宅你知道嗎 其實也不用講那麼多 我只要花競群很誠實的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題 在小英陣內 你們到底開工幾戶 第二題 到底完工幾戶 其他的我都不想聽了 其實這整場活動呢 除了柯文哲到場之外 像是一些想選舉的 國民黨的侯友宜還有洪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也都來到現場演講 不過其實侯友宜在台上發表他對公平正義的看法的時候 台下也同樣有一些鼓噪聲 那這鼓噪聲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狀況 今天一起跟年輕人拼台灣的未來 看台灣的未來 我相信大家 希望大家也信心 親自已 你不要推 王民正義 王友宜 contraction 鄧邊 iskt 詳B 後面 正義 王友宜 關 感じ ボ J 可以看到呢 侯友在上台发表一些看法的时候 其实台下有一些群众是有点不满的 那另外呢 其实在像是这个鸿海集团专办人郭台铭在讲话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鼓噪声响 那另外那个时代力量在现场的时候 一开始开始在骂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的时候 同样有一些鼓噪声 但最后他们提到了 柯文哲也是一样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被虚下台 所以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 另外呢 其实我们刚才有统计 问了一下主办单位 今天有没有统计实际到凯道的人有多少 但是主办单位表示呢 其实今天没有特别来统计 只不过从这个头到尾 就是警服们的周遭呢 其实都已经挤满民众 周遭还有一些人进不来 以上像专情情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